大家好,欢迎光临采访游试的频道 海棠和秋海棠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植物 古今正外的文人木克为这两种花卉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海棠和秋海棠经常被混淆 很多人把海棠叫海棠,把秋海棠也叫海棠 在今天的《原意小知识》视频里 我给朋友们讲讲海棠和秋海棠的区别 我们先来听一下中国最有名的戏剧电影《红楼梦》里林黛玉的两句唱词 朋友们注意到林黛玉肖像馆书作上的花会了没有 这盆花是秋海棠,而不是唱词中说的海棠 秋天就画像春天海棠开,这样才更合理 因此我觉得电影中的道具用错了 《霞不焉鱼》,一句电影《红楼梦》是正古喜剧电影的封碑 无数次被模仿,但永远不可能被超越 我先给朋友们讲讲海棠和秋海棠在植物学上的区别 再给大家看看海棠和秋海棠的实力 看完这个视频,你也成为半个植物学家了 海棠是蔷薇科的木本植物,英文叫做Crab Apple 蔷薇科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植物 玫瑰、玉籍、蔷薇、桃子、理智、苹果、草莓等等 都是蔷薇科的植物 秋海棠,所以秋海棠科是草本植物 秋海棠没贴切的英文名字 苏伊就把秋海棠科和秋海棠熟的拉丁文Borgonia 作为它的英文名字了 海棠和秋海棠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物种 每个物种也有不同的品种 正因为如此,海棠和秋海棠才有缤纷的颜色 渗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海棠和秋海棠的实力 黑棠和秋海棠 黑棠 这是秋海棠的果子 可以做果酱 这是秋海棠的花 上面两多是熊花 下面两多是吃花 希望朋友们看了我的这个视频之后 一秒钟之内就能奋进海棠和秋海棠 并且在下次直播学考试证考个A+. 感谢光临采燕游士的频道 请分享请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的节目